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大风吹 吹到大家都快疯狂了 还要再吹吗 好可怕 秋天的台风来了 气象集已经开始 我看那从太平洋整个这样子 哇 好像是要指赴台湾 好可怕 如果是指赴台湾是从台东 到高雄屏东内带先到 如果以他的路径图来看的话 好 今天要讲什么 大风吹 可怕的台风又来了 八月台风时间 预演在城镇 上个月你看 现在是奥迈斯在线 民生进入黄色警戒 农作摘烟 蔬菜水果飙涨 天菜市场 不是天价的市场 天价菜市场 我的意思是要变成天价的菜市场 大家很有感 最近买菜 吓得我都不敢去菜市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你们买菜有什么心得 来 妈妈们 来 阿嬷们 你们可以留给我 一斤高丽菜多少钱 一把空心菜多少钱 一个萝卜多少钱 连蒜头 葱姜蒜全部都长了 没有办法 东南部 淹得很厉害 对不对 还有人淹四天 还在那个 家里还在泥泞一堆 还在淹水 淹了四天还在淹 天坑一堆 昨天 前天有人去玩 对不对 去南投 整个土司流又下来了 结果车子又出不来了 看看多惨 你们以为白天 这个好天气就没有事 对不起 整个下大雨 强降雨以后 所有的土质都松软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万一万一 希望不要成真 不要直扑台湾而来 他从整个太平洋这样子 哇台湾就 郑重下怀 那就惨 我们来看一下 8月16号的台风 今天要讲一下 那个跟蔡家有关系 距离台湾东部 约三千公里处的太平洋地区 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发展 每小时二十九公里速度 向西进行 好 那由于呢 8月16号上午 热带低压结果不佳 甚至有略为减弱趋势 这两天 形成台风 距离比较低 第一 预估要到8月18号以后 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过程中 才有增强的机会 发展为台风 变成了奥迈斯 但也有可能在中途夭折 希望他夭折 我们不要他来好不好 我们都希望他夭折 来 至于呢 会不会铺台呢 目前预测路径范围很大 有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但仍需密切观察 好 热带低气压呢 接近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对台湾东部地区带来零星降雨 淹到大家都头皮发麻了 对不对 你看看我们的桥整个被冲毁了 整个村庄呢 全部不能通了 然后呢 食物要空空泡 算是那个台风还蛮可怕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前一阵子这个 接连几日的豪雨呢 清洗中南部的蔬菜产区 后来呢 经过太阳一晒呢 导致蔬菜又花防腐烂 产量大减 然后呢 道货量短缺 量少价格就涨 非天价了 好 小黄瓜一斤从五十块钱台币呢 涨到两百块 四倍 牛番茄一斤六十块 涨到一百三 两倍多 四季豆一斤从一百二 涨到两百八 两倍半 天啊 这怎么吃啊 我吃土啦 好 高丽菜每颗四十到六十块 涨到近三百块 看了眼泪都要飙出来 三百块一颗高丽菜 好恐怖 我跟你讲 一颗高丽菜 如果家里是四个人要吃的话 大概一半可以切成两 两餐吃而已 所以如果菜价这样飙涨 民生物资这么高涨的话 真的很恐怖 好我们再来看 空心菜每公斤五十九元 涨到九十元 然后呢 小白菜每公斤二十五 涨到八十六 那更狠了 青江菜每公斤三十四涨到八十三元 都是double以上 那个二十五块到八十六块是几倍 下死人两倍的话是五十块 三倍是七十五块 已经涨了三倍多 小白菜 所以你连吃个那个面 加个小白菜 然后心在痛 比吃鸡肉还贵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妹每公斤二十三 现在涨到六十七块 石瓜每公斤四十五 涨到约六十八块 好 这一次的农损大概上限 大概农损预估 应该是五点七亿到六亿之间 那当然水果农的话 还没有在这个地方 水果 水果损害的部分 还有余温损害的部分 应该都没有进来 这个农损的部分 那我想呢 余温的损害 还有那些 比如说 你知道大洪水最怕是吗 整个鸡舍 鸭舍 尤其是鸭舍有池塘 对不对 鸭的地方都有池塘 然后呢 猪舍 整个被冲那就惨了 那个余温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新闻 那个其实余温也损失很大 我上次在台风的节目当中 有提示大家 请大家特别小心 好 那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次如果台风呢 最好是不要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月呢 廉真化季 廉真化季是什么呢 雪上加霜的一个月 我们还有六合的那个五黄煞 那下半个月呢 又接近了农历八月 农历八月以后呢 又有什么 你看喔 现在全球的疫情 不断的在飙升 美国也好 很多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 那个数字 令人惊恐万分的 另外的话呢 我要先说明一下 这个台风呢 我觉得它行程的机率其实蛮高 你看这天气还蛮闷热的 在台北的市中心 如果是历秋过后 还这么闷热的话 处暑要到了喔 处暑要到了以后呢 你知道秋胎是很可怕 秋胎通常呢 它有一种叫共伴效应 你看我之前就一直在预言说 那个农历六月的时候呢 它有共伴效应 那现在连真化季 很怕它回马枪 因为现在五星在逆行 如果五星在逆行的话呢 很怕它又打回马枪 秋胎最容易打回马枪 上一次那个台风 卢弊 大家记得吗 那个卢弊台风也打回马枪 我上次有提过喔 结果还是它 它又是重新 本来就挂了 又活了 多可怕 一个台风可以死掉了以后 又重来呢 同样一个台风也 所以 我们要特别小心喔 尤其现在2021年的气候 真的全球在骤变当中 那个突然的变化实在太恐怖了 这个气温 让你抓不准呢 气候让你抓不准 你说该冷的地方它不能 然后呢 该热的地方它不热 沙漠变 沙漠变 淹了大水了 沙漠变 淹大水可能成绿洲也不错啦 不过呢 不应该下大雨的地方 强障于一天的雨量 可以是一个月的雨量 有些还下一年的雨量 下死人了 好 看到没有 中国大陆多凄惨 到处淹水 好很多国家也是一样喔 热热到死 这个淹水淹到爆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要再预言一下 我本来想说不要预言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还是要忍不住要讲一下 其实我希望我的预言都不准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你们这些海洋老师的预言不会准的 好谢谢大家 不会准最好 下半一月呢 天同化路 天机化前文昌化科 连真化剂看到没有 病毒不断的在变化 我一直在强调喔 连真化剂无药可医喔 上周我在做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连真化剂还有 他打回马枪 这个台风还会打回马枪 可能呢 他会分裂成两个也说不定喔 变成两个喔 双胞胎效应喔 也都有可能大小喔 上次那个卢比台风也是两个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路径 如果是从太平洋整个过来的话呢 希望他不要正冲台湾啦 但是万一他形成 这样讲好了万一他形成 形成的话呢 他如果没有只铺台湾 还是铺哪里 中国大陆 不是台风尾吗 高雄屏東那边 要不然就是往这边 对不对 又是中国大陆要铲死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是农历的九月 八月到九月 台风还是不会减少 我认为不会减少 为什么下个月呢 农历的八月 农历的八月 国历九月的巨门化鸡 巨门呢 这颗星呢 也是跟水有关 而且呢 是窟窿 我们的地啊 全部都被掏空 马路会被掏空 都变天坑 所以呢 还请大家 在好天气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啊 有些县市首长 你们要看哪个区域 是比较老旧的 那它下面的寒洞啊 可能呢 没有清理得很好 所以呢 积水积水 到时候呢 一罐 那个水一罐 好像那个罐泥浆一样 它是连泥水一起下来的 那很可怕 整个的下面 整个被掏空 所以我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在这个月 这个月呢 现在是八月的十号开始 是农历七月 那农历七月呢 我们可以看呢 一直到九月的八号 九月八号 九号才会转到农历八月 所以在这段期间以内呢 包括农历的八月 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我最记得 以前的秋胎 都非常严重 所以呢 海洋老师要告诉大家 这个集阴 集阴之月 这个月是集火之月 火 火非常强大 那火非常强大的话 你看到处呢 都在烧森林 全球都在烧森林 那当然 这个联真化剂还包括 不停 不断的延伸出来的什么 连伊波拉病毒都 都怎么样 都回魂 吓死人 伊波拉病毒 死亡率50%的伊波拉病毒 非洲的伊波拉病毒 现在回魂 又起来了 这多可怕了一下 Dialta还不够吗 还有Landa还不够吗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一波的天灾当中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来祈福 让他过关 好 我相信集结大家的力量 应该可以让他过关 但是呢 你看我们这次农损 也损失了很多亿 那政府有 是有一些补助方案 但是呢 他是说 如果你没有损毁 百分之二十以上 是没有办法补助的 那就说你的一亩地里面 要百分之二十都是损毁的 那现在稻米的话呢 只能补助一公顷 补助一万二 那 杂粮作物的话 是补助一万二 那 这个牧草的话 是补助六千块 然后呢 呃 果树的话呢 是补助五万块 那 另外的话呢 呃 檳榔除外 他补助五万块 那花卉的话 是补助呢 我看到五万块 那菇类是补助四万五 那 这个蔬菜是补助一万八 蔬菜 不是蔬菜一万六千五 那特别作用的作物是一万八 一公顷 要 要 损失百分之二十的以上 所以一公顷损失百分之二十以上 他只能补助一万多块 其实 难怪 菜价要涨啊 因为一万多块 其实不够浓损啦 但是不无小补啦 好过什么都没有吧 这些农民也很可怜 你看好不容易 水果要收成了 菜要收成了 稻米要收成了 这个时候来个清盆大雨 然后来个那么可怕的大雨 真的是冲毁的 变成土石流 好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呢 政府的补助方案 是有一点点看不懂啦 不过 因为我真的不太看得懂 因为他有分门别列 那所以我相信呢 农委会那边应该或者 经济部应该会有公告 每一个县市应该会有公告啦 那至于呢 中南部这次的农损这么严重的话呢 其实呢 百姓们也很辛苦 想想看 我们的五千块的补助金还没拿到 今天 那个振兴卷说 行政院要跟 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去讨论 但是 国民党就骂了 骂翻天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说没有国民党的立委 那反正这政府的角色 我们就先不谈 只是说 像这种情况 我们钱还没拿到 你看你们手上的钱是不是变薄了 没有错 大家的钱都变小了 菜贵了好几倍 两倍三倍 对不对 另外 所有东西贵了以后呢 你变成呢 只能缩衣跟结石 趁机减肥吧 我想也只能这样子 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我希望台风不会来 不过以他的这个趋势上来看的话 很难不来喔 希望大家小心喔 因为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呢 整个呢 到今天8月15号 这个热带的低气压结构 今天16号 热带低气压 你看这两天非常闷热 昨天也是闷到爆 那今天也是闷到爆 今天更闷喔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小心喔 万一这个台风行程的话 先做好防台准备 好 真惨耶 对不对 一个疫情就关在家里 现在如果再来个台风的话 是不是大家都会很辛苦的过日子 阿弥陀佛 我们大家一起来 用正能量来祈福一下 希望台风赶快上去 赶快退去 不要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海洋老师接下来的预言 8月4号早已发布影片预言 卢币还能闪过台湾吗 在劫南逃烟道怕 有没有 然后呢 盛樊北越台风不止一波 高机率降灾危机时间 来我们看一下 上一波奴弊影响日期预言 应验在8月6号到8月8号 假使没有进来内路也会好以成章 淹水成换果不其然 蔬菜水果双双烟毁 蔬果双掌 下半月高机率降灾时间预言 8月19到8月23号 好19到23号 这几天五天的时间25 天哪五天很恐怖耶 五天如果下大雨的话 是不是都要停班停课了 然后呢 阿弥陀佛 不会进来 老师好害怕 希望我的预言不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 我还是要继续强调一下 8月19到8月23号 请大家务必做好防台 准备强降雨 如果台湾不进来 如果擦边球过了 我告诉各位 还是会有强降雨 希望大家小心 希望我的预言通通不准 好吧 谢谢你们 不要忘记 按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 分享给所有亲朋好友同学们 阿弥陀佛台湾平安 谢谢大家做好防疫 拜拜